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事副團隊議員 OK今天看到我就代表有新東西要來跟大家講 因為今天是新的 明天 是新的一天嘛 應該是說下禮拜一是新的策略使用者的用戶 有一些新加進來的OK 我們這個策略的使用啊 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當然是希望說你們學到一個程度 當然可以自己判斷 那我們當然是做一個比較 輔助的一個角色 然後讓你們的勝率可以提高 那今天最主要來講的就是最近流行什麼 最近流行什麼 最近流行做主身段個股 大家千萬千萬特別要特別的注意 什麼叫做最近流行做主身段的個股 我們先來看一下江心段 這支我記得我們之前就有討論過了嘛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附近的時候我就說 這支要相當的不錯 那也那時候也討論到說依照他的 基本面的成長跟 營運率的成長 然後 再加上他籌碼的集中度 我認為他應該 應該那時候是講說 有機會挑戰到 歷史的高點嘛 我認為他有機會 不代表一定 可是 如果 他的營收跟營運率都 通通通創下的新高 然後 EPS也有機會 過他的歷史新高 那他為什麼不能挑戰他的歷史高點 那 今天 再講一次 那 之前我記得毛小姐有問我嘛 60多塊左右 算不算貴 我不認為算貴 可是我 也不覺得他可能特別的便宜 因為我認為他上去的空間大概就是 50%而已 5 60% 可是 那是那時候認為 那現在按照他的營收狀況可能 他那時候我 算是蠻便宜的 我認為那時候算是蠻便宜的 OK 不過這一支已經 已經開始上漲了 沒關係 股票很多 我們不一定要單念這一支 那有的人就 好好的做 不要 不要亂亂賣 至少看一下他營收的狀況 和把人進出的狀況 OK 那最近流行的叫做主身段 像江星段這一支就是 標標準準的主身段 創高並沒有拉回 一直不斷的往上衝 那最近 做的個股就要把握這種 狀況像是 之前我有提到的 冰川 冰川 這一天其實 就有提示大家說 這個不太適合持有 當天衝掉之後拉回 今天又跳買訓了 今天又創下 近期的最高點 這支其實也是相當不錯啊 這支其實相當不錯 然後 他的 他最主要是 他有 一個 洗盤 一個 法人大砍了幾天的洗盤 然後砍不動 然後砍不動代表什麼意思 砍不動就代表 後面的大戶 有人在做嘛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砍都砍不動啊 對不對 法人怎麼砍都砍不動 這邊砍了 對嘛 你看這邊要 1300多張 然後 這邊砍700多張 兩天砍了 2000多張 然後怎麼樣 有沒有破錯的地點 沒有 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砍不動 砍不動就代表 要起漲 那就像這邊一樣 這邊砍 砍不動 砍了兩三千張 砍不動 那就往上漲 砍不動 往上漲 那每一支股票都有 每支股票的脈絡 那大家可以 細細的品嘗 好好的思考 那其實 掌握了這些脈絡 你要賠錢 相當困難喔 大家知道 你要賠錢相當困難喔 那最近走主身段 然後最近也喜歡走 亮滾亮 像栗珊這一次就是走 亮滾亮的模式 大家可以仔細看到 OK好 我們今天來 進入正 有沒有哪一些準備要進入主身段 還沒有被發現的個股呢 OK好 今天開心 送給大家幾支 我覺得 還不錯的個股 然後還沒有正式要進入主身段 可是怎麼樣 敘事待發 第一支我們就來看一下 6141的博程 這支我認為相當的不錯 這支我認為相當的不錯 這支是 轉機股 這支是轉機股 買訊是還沒有跳出來 有使用策略的 朋友們 如果有買訊跳出來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一下這一次 那這支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盈利率的部分 已經有10% 紅毛利率的部分有19% 其實 相當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它營運結構的部分 OK來來來 來看一下它的獲利能力 好 從 2008年不用講了 因為那時候景氣正好 然後 那從 2009年之後 大家看到什麼 2009年之後 有沒有看到 它的 毛利率 盈利率 有 跟現在差不多高的 好像只有其中一年嗎 2009年的 第四季 16.53 跟 盈利率是 10.38 毛利率是 16.53 今年的 毛利率是 19.44 盈利率10 percent 好那 也就代表了 這一支 轉機股 可能未來 成長的力道 會非常的大 好 請大家特別注意 這支就跟 我當時在講 冰川 30塊出頭冰川 是一樣的意思 這支是一樣的意思 只是現在還沒有什麼人發覺到 他的好 大家還沒有人發覺到他的好 那這一支其實是還不錯的 短機股 如果按照他第1季賺0.37 然後他第2季的 營收 他第2季的營收已經出來了嘛 比第1季 來的成長 大概成長大概 10% 15percent 左右吧 大概15percent 左右 那他 的 EPS 如果只要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 例如說業外的 虧損的情況下 他有機會應該是大於0.37 好那說一定上半年就可以賺1塊喔 那 他現在才18.7塊 你說便不便宜啊是不是 OK好這還不是重點 我們今天 最主要在講說 最近流行的叫做做主身段 那 你當然盡量不要 他已經在開始跑了你再進去追 有點慢 有點慢 所以大家可能要先把握幾個人的第1個他有經過 整理 像 博程這種就是 有經過了 不少時間的整理 大概 從 4月到現在 4567 4567 大概4個月 4個月時間的整理 然後 第2個 第2個 要把握叫做 有洗過盤 什麼叫有洗過盤 好像是這一天 5月3號 爆大量 往下煞 然後再爆大量 再往下煞 然後呢 前幾天有一個 也不算大量的小量 好像要創新高 軟體有跳出 可是又拉回 又往下煞 然後呢 最近 又沒有什麼量的往上走 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種就叫做有洗過盤 洗得越多次越好 越沒有量越好 那當買券跳出來沒有量的時候 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琢磨一點的個股 而且他其實 他 還沒有被人家發現 還沒有被人家發現 他最高大概在28.9 那依照他 他今年的狀況 有機會 有機會可能 不斷的往上走 挑戰 只要他營收有 有量有爆出來 按照他的營運率的表現 我認為他可能 有機會往這邊走 可能有機會往這邊走 對這一支我覺得可能相當的不錯 相當的不錯 現在這個股價可能我覺得他有點被 低估了有點被低估了 OK 這是 第一支 我認為之後可能有機會走向主身段的 博程 有機會 走入主身段的博程 OK 好 今天 再多送一支 今天再多送一支 今天講個幾支好了 第二支 是 3092的紅塑 3092的紅塑 那這一支 比較特別的原因 是因為 他的營收 其實你看他的月增 其實他是 衰退的 他是衰退的 可是因為 他的基期 實在是 他的跟 應該不是說基期 他跟他同業的 比較實在是 太便宜 反應比大概10倍 他的股價真的還沒有反映出來 他的獲利的能力 還沒有真正反映出來他獲利的能力 不然你看反甲都可以漲到七八十塊 他現在還在四十幾塊這邊好 連月鋒都漲得比他多 那 這一支我們認為有點被低估了 然後他 近期也沒什麼量 今天才出量 那這一支 這一支我們認為 他的走法跟融資使用率 比較有關係 也就是說如果融資大幅攀升的情況下 在沒有什麼突然爆量的時候呢 那就是這一塊 那大家就可以特別注意他可能要發動了 這一支我們認為融資的使用率比法人的 買賣 買賣潮 更有 參考的價值 我先點到這邊我只能說更有參考的價值 聽得懂就聽得懂 更有參考的價值 那這是第二支 紅色 OK好 我們今天來講一支 我覺得他相當相當的機車的一支 叫做 西盛 這一支去年漲得 相當的 厲害 然後呢 他 漲到一個 一定的幅度的時候 他盤整的超級的久 他盤整的超級的久 從2016年開始漲漲到 2016年的11月之後就開始不漲了 然後呢 從11月到現在他總共盤整了 快8個月 總共盤整了 快8個月 那他的洗盤真的是洗到一個大家整個不要不要的 你看他這一天 14000多張 爆 黑K大量往下 其實他也沒有往下殺 然後 好這一天真的是有購機車 這一天我還沒買 然後呢這一天 你看 漲停 跳空 一般人就想說要追了對不對 結果隔天爆黑K下殺 再爆黑K下殺 那這幾天都是都是爆亮黑K下殺 或是爆紅K隔天就爆黑K下殺 然後都爆亮 然後呢 近期他的洗盤其實量 其實沒有那麼的大了 量沒有那麼大了 那這時候其實大家都要特別的注意 他連續8個月 玩了這些把戲 玩了這麼久 他玩了很久 他真的玩了很久 你看近期還有 那 之前我們都沒有 特別的 介紹 那為什麼今天特別的提 因為最近 流行什麼 再強調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最近流行 主身段 什麼叫主身段 就是一直 一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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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一直漲 沒有在跌的啦 跌也是小回而已 然後就一直不斷的往上衝 那這種主身段的個股 如果成的話 如果行成的話 就特別的好賺 所以大家盡量要 往 近期 近期要往這些個股來做 布局 那 這一次我們覺得也是有點 被低估 被低估 被低估的原因在於說 被低估的原因在於說 大家看一下他營收 近期年增率真的是爆表 那之前法人給他的 如果按照他去年這樣漲 法人給他的本益比大概是差不多在 快20倍 那今年其實我覺得 因為他業外有一些 低估業外有一些虧損啦 然後可是他的毛利率 跟 影韻率其實 都有 一定的成長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毛利率跟影韻率都有一定的成長 啊請就 OK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今年的第1季 他的 影韻跟毛利率 跟去年相比 其實成長的幅度相當的大 成長的幅度相當的大 所以 而且 他的 旺季 這家公司的旺季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 他過去真的是相當糟糕啊 都 都 都紅的 他 他一般的旺季 應該大陸 落在 第3 234 234季 第2季的尾端 邁向第3季 第2季的尾端邁向第3季 然後第3季到第4季 應該是他的旺季 那 我們認為他未來成長可期 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主力 或是你是一個法人 你會等到他 第3季 營收 例如說7、8、9月 營收 也是增長 年增率也是增長的 3、40% 再來買 還是你會先 先偷偷的買一點 買一點 買一點 等到 形勢確定呢 再慢慢加碼下去 這是一個大家可以 省慎思考的地方 那 其實他的增長是從去年的7月開始 那他的機期這邊其實就會慢慢的比較高了 那 我們認為如果他只要 比去年同期如果還要再創高的話那 他就會 走一個我覺得蠻 蠻猛的一個走法 如果他不再繼續洗泥的話 因為你看他今年的6月份 其實已經比他 之前 過去一年 營收都還要來的成長很多 也就代表的說其實他的業績 相當的不錯 其實他的業績相當的不錯 而且 我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一支在做 索隆之的動作 OK 這個我不能多講 可是我 跟你講說 這一支就是在做索隆之的動作 這支的阻力 可能在做索隆之的動作 大家 可以 去 參考一下 之前 清騰的走勢 4534 清騰的走勢 那 就不多說了 不能多說不能多說 那他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之前的走法 他之前的走法 他之前的走法 然後你搭配著融資的使用率來看 你搭配融資的使用率來看 和他股價的走勢 他就是在做一個索隆之 什麼叫做索隆之 就是 不給散戶用 不給散戶用 散戶要買就是 用錢買 真金白銀 不要亂 貸款 對 這種走法通常 相當犀利 相當犀利 那 可是 會掛點的 也會掛點很快喔 大家可以自己 評估一下風險 大家可以自己評估一下風險 而且這一支是我之前在江新段提到的所謂的小股本 小股本 近期法人也有進去買超啦 近期法人也有進去買超 所以也不是亂推的 也不是亂推的 那 大家還是要 評估一下自己可以忍受的風險 那 我認為 如果這個主力 要拉的話這個時間點其實我覺得 不錯第一個因為 其他個股都都這樣拉嘛 代表這個氣氛還不錯 他要這樣做也不會太突兀 也不會太突兀 可是大家千萬注意他千萬不要像之前那樣 要爆大量往下殺 那我就跟你講了 那你就 你只有兩條路 第一個你就是等 然後隨著他業績成長慢慢往上爆 第二個你就 換別子吧 因為 他會耗很久 如果他沒有走主政壇他會耗很久 那我們今天就 提這三支股票可以讓大家 作為之後的參考跟學習 那如果大家有對於策略的使用上面有什麼 問題的話 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都可以 跟我們說 都可以跟我們說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